明天就是情人节了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看起来很甜美 又跟平时不一样感觉的妆去约会 首先呢就是用这款KID的打底膏 它除了可以修饰毛孔之外 还可以让你之后上的底妆更加服贴 改变你皮肤原本的色泽 然后就是要来处理掉我很难搞的黑眼圈了 我会先用比较橙色的遮瑕膏上一层在黑眼圈的部分 因为橙色的遮瑕膏可以遮掉黑色素 然后再用跟你一样肤色的遮瑕膏 盖多一层在眼底下 打亮你的眼睛 黑眼圈就会完全遮完了 跟男朋友约会 当然他不会想看到你画很厚很粉的妆 所以我只是会用遮瑕膏遮掉有瑕疵的部分 这款遮瑕膏呢是我用过最平价 但是遮瑕力超级高的concealer 这是我用过最久的一款眉笔 它很方便的是另一个头有刷子 亲人结妆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眉毛 我会选择画平眉 这样看起来比较温柔 男朋友也会疼你多一点 然后呢就是用刷子把它刷均匀就可以啦 然后我会上多一层benefit的这一款超防水的眉粉 这样就不会次次下饭 整个眉毛不见掉了啦 上眼影之前还是要上一层眼影打底膏 它会令到你的眼影呢更加显色和更持久 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整个妆的重点 会用这个etue house九红色的眼影盘 主要会用这三个颜色来做整个眼妆 这个眼影盘的每一个颜色都超级显色的 先用我们今天的主色 就是最前的粉红色画在整个眼窝 然后再用海绵棒狠狠地刷上很深的那个酒红色 然后再用松的刷子 在眼尾的三角部分刷均匀 为了不要让红色眼影看起来眼睛肿肿的 我们就要拿褐色眼影刷在双眼皮的部分 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深邃 不要忘记下眼尾三分之一的部分 你要刷上刚刚的褐色哦 然后用你觉得bling bling的颜色打亮整个眼头 眼线的部分我会用褐色的眼线 因为褐色会看起来比较自然 眼线只需要画一个很细很自然的就可以了 眼尾拉长一点点就好 是不是两个眼睛变不一样了嘞 眼线完成了之后就是睫毛的部分 这个睫毛夹是我回购了很多次 是我用过最好用的 它可以把你的睫毛夹到很像太阳花一样 这个睫毛膏也是我的最爱 它可以刷到你的睫毛很长很翘 重点是超级的防水 价钱也没有很贵 叮 有没有 不要忘记下睫毛也要刷得长长的 Maybelline这个一盒打天下的修容腮红组合超赞 用来刷鼻影简直就是一流 然后用修容刷 刷旁边的那个褐色来修容 我这种脸大到不行的 一定要修够够够够力 当然还是少不了一个粉粉的腮红 除了增加气色之外 男朋友看到你那么可爱 都想要往你的脸上一直亲一直亲 然后用这个用了一百年也用不完的 innisfree蜜粉来定妆 最后最后这个超可爱圣诞版的 Perry Pera印口红 轻轻的点在嘴巴上 然后拧开推开就可以了 耶 我的情人结妆容就这样完成啦 Oops 忘记头发也要弄 男生应该也不会喜欢超级安地卷的那种 所以我们只要垫个自然卷就可以了 至于只要弄我的头发 我大概戴过就好 如果你们想看我怎样弄卷发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再拍个影片给大家看 只是弄了一边 是不是很大差别嘞 为了那个卷可以更加自然 我会把它拨松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一次的分享 下次见 拜拜